各位来宾大家好 感谢今天参加今天的儿胡人文讲座 儿胡人文讲座从去年开始 然后跟各个不同的大学书院协会合作举办 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卖入第一十场 讲座内容也都会透过周老师的摄影上传到社群媒体上 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那很感谢今天就是各位来宾在这么寒冷的天气 然后来参加这个讲座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也变得比较温暴吧 对不对 那在讲座一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邀请儿胡越南社长朱建民老师 为大家说几句话 各位好 今天是连续人文讲座的这位厂 第十厂 我们特别请了压轴的沈清中教授 从远从加拿大回来 儿胡能够提供的博仇 大概只够他在机场喝一杯咖啡 但是他依然奋不顾身跑回台湾 为了是能够跟大家聚一下 把非常重要的理念有分享 儿胡年文讲座 这十厂 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跟各个大学学会有举办 其中所作最多的就是中国哲学会 就是我们的会长也来这边 儿胡月刊呢 在后面来就是联络筹画 那今天我看来的人非常多 就是沈教授的这个魅力无穷 很多学界的前辈都来 尤其是儿胡月刊的创办人 而王邦雄教授也在场 王老师跟沈老师事实上 他们的交情超过四十年 四十多年 也就是说在儿胡月刊创办到今年 也进入第四十三年 他们两个的交情是在四十三年前就开始了 所以王老师今天特别从家里泡了一壶 上好的普洱茶 用最好的杯子 然后暖暖的从永和越过了这个桥 然后送到这边来 所以学界还是不只是有理念 还有这个至情之性 都在这个最后的一场会里面表现出来 我特别还要感谢就是我们儿胡的执行长 刘士庆博士 他在这十场里面 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安排 有些场次是不很容易安排的 有些场次非常容易安排 就像沈老师非常容易安排 说请他就答应了 然后也完全不哭 没有问任何的酬劳 然后就完全的来支持我们 就如同四十多年前 在儿胡创办的时候 他支持儿胡一样 我们再度的感谢他 谢谢 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国哲学会理事长 李贤中老师帮大家说几句话 好谢谢 朱会长 然后沈老师 王老师 还有黄毛老师 任教授等等 还有我们亲爱的这些儿胡的会员 还有我们中国哲学会的会员 我们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跟这个儿胡岳干涉 一起来办这个系列的演讲 这个是非常高兴 也是非常荣幸的 同时今天我们沈青松教授 他也是我们目前中国哲学会的常务监事 常务监事 之前做过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国哲学会会长 还有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 所以跟我们中国哲学会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那我简单的稍微在 我想大家大概对沈老师都非常熟悉 他是这个 李文大学的这个博士 然后这个巴黎大学高等科学 课作研究员 社会科学院的课作研究员 李文大学的这个讲座教授 文文大学科学哲学研究所 课作教授 还有这个心理学研究所 课作教授 所以沈老师在这个学问上 是非常的这个广而胜 那他今天要讲的这个台湾精神 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题目 特别是这个 台湾精神 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这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 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沈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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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坐在那邊 這個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另外一會兒就好 從下面來 放3秒 已經開了 委員長 委員長 黃老師 還有各位的朋友 老朋友 新朋友 今天我非常高興能夠再參加這個講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講座是俄福月刊跟中國哲學會聯合舉辦的 過去我擔任這個會長的時候 我擔任理事長的時候做不到這件事 沒有辦法把兩會給合起來 聯合舉辦 現在居然能夠辦成了 我非常高興 所以二話不說 你跟我聯繫 我立刻就答應你 這是這個 廚會長還要說 廚會長說 報仇的事啊 我根本就心中沒有報仇的 可是我上次在俄福演講的時候 我是把這個酬勞捐給了俄福了 可是今天我還不知道怎麼決定 因為你們兩位不知道怎麼分 所以我還沒搞清楚狀況 但是今天看到這麼多朋友來 老朋友 新朋友 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我想如果說台灣有精神 中國哲學未來 這其中私有之情 俄福一直強調的私有之情 絕對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所以我就不回憶過去怎麼樣 跟這個保老師說 我們兩個到騎腳踏車 過橋 到永和 到他家 我們去打乒乓啊 這許多的事情 我就在這裏不說了 那麼我想今天就主要是跟各位來討論一下 是台灣精神與中部哲學的未來 那麼這個 因為各位也知道 我離開台灣到多倫多教書啊 已經二十 差不多二十年了 所以這中間跟台灣的距離啊 不是那麼很親近 所以等一下各位啊 請多多指證 多多指證 那麼但是呢 我想精神的變遷也不會那麼快 所以呢 我還可以講一講 那麼在這裏來跟各位共同來解說解說 那麼首先啊 我一下順序就按照我所謂的精神是什麼 然後台灣精神 然後中國哲學的未來 然後中國哲學的未來 就按照這個大體上按照這個四個步驟 來跟各位討論一下 那麼首先啊 精神 精神這個字 精神這個字 這一詞呢 有很多層面的意思 我是由低到高 下學上達 逐漸來講 第一個 有醒著的意思 當然這個醒著 還沒有到朱熹所講的喚醒 朱熹常常用喚醒 不要睡著了 要喚醒 我喜歡引用朱熹的 因為朱熹啊 聯絡官民啊 民離台灣最近 離台灣最近 所以基於這個地獄的情感 我喜歡引用朱熹的話 但是呢 他常要說喜歡要喚醒 當然是自覺的意思 可是呢 這個精神呢 第一個有醒著 你是不是精神 還是你睡著 是精神還是睡著 你是在睡覺啦 或是醒著 你是一個精神啦 精神就是最起碼的條件 那是整個要醒著 然後呢 進一步更表示有活力的意思 有活力的意思 朱熹他說啊 一早醒來便有精神 這個是活力 有活力的意思 他在這個 當然也對照著他 所以他常常要說喚醒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預局 可是呢 這個一覺醒來便有精神啊 這個精神是有活力的意思 然後呢 進一步又說 進一步可以說 從活力又進到了一個人 或是群體的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的地方 像朱熹又說 他說啦 個人精神在自我 你的精神在自我認同 可是宗廟集體的精神啊 是在於主宗 等一下我會講到這個 臺灣人的精神之一一樣 就是慎中追遠 對於這個 前人 對於先人之德的尊重 可是呢 這個 另外來講 朱熹又說 這個 更高的一層啊 他說這個 是一種更高層的 可以集中來進行認知的一種能力 所以他說這個 他說虛魔力精神去理會 用魔力你的精神 專心去注意 去認識 那麼這個 當然這種精神的意思啊 在這個 傳統中國哲學裡面很早就有了 像《淮南寺經神訓》裡面就說 心者行之主也 神者心之寶也 所以 心啊 可以說神啊 神可以說在心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待會兒再講 那麼 甚至呢 它可以跟這個 治國有關 譬如說 吉康說 養生論 他說 精神之於形骸 由國之有君也 那一方面 比人的精神有主 有個主題 可是呢 這個 國之有君啊 而且他進一步說 如果是這個 精神混亂 像國 引導不佳 就會歹壞 他也講到這個事情 那麼 我想呢 這個 我現在對精神來做一個整個的討論 就是說 我所謂的精神啊 是人心靈中 無論是個體的 或是群體的心靈中 提升向上 以達到可普化性 以便開出更好可能性的動力 我說可普化性嘛 是代替西方哲學所講的普遍性 我認為在這個 人在這個時間空間裡面啊 這個時間空間的場域裡面 實現的東西 沒有一樣是普遍性的 這是我的看法 最高都是可普遍性 大家可以商量 你中國哲學 西方哲學 可以相互來商量 你不能說你西方的東西就是普遍的 西方從柏拉圖開始說是 這個共相是普遍的 理型是普遍的 一直到中世紀還有這個 普遍的議題 還有這個共相的議題 甚至問共相 那說這個天神 是 species 是種 是類 那麼出這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針 一針針上面可以佔幾個天神 這種是假問題 假問題 對我來講就是說 事實上 這個在這個世界上實現的東西 我們只能說 普遍性是放為理想 放在遙遠的遠方 可是這個遠方的這個 等於是水平線 你到了前面它又往後退 所以呢 沒有一個完全實現的普遍性 或者共相 Universal Universality的問題啊 我是改為Universalizability 可普化性 我們都是需要經過討論 經過共同可以接受 一直提升到更高的可普遍性 那麼我說達到可普化性 Universalizability 來開出更好的可能性的動力 同時呢 由下而上 可以提升越來越高的普遍性 另外呢 也可以援引終極真實 終極真實 所有哲學或是宗教體系 都主張有所謂的終極真實 無論你是說 這個終極真實 儒家是最為creative的 他從英朝的地 上帝 到周朝的天 到這個中庸所謂的中 或是城 到這個孟子所謂的新 都各展現出這個終極真實的某個面向 這是終極真實 你也可以援引從終極真實 就是摩中山先生所謂的天命下灌 天命下灌 天命下灌 來鑄成你人間行動的動力 所以一方面呢 可以說 向上提升啊 另外一邊也可以向下落實 這是方多美先生 他所說的這個 上回向 下回向 這回向本來是佛家的語詞啊 你唸經的時候 你說我唸經 唸給我媽媽 那回向給我媽媽 這個 像《大聖奇心論》 前面 後面 後面 結束的時候就說 我回向給眾生 這回向 那回向呢 這個當然是一種慷慨的 當然是要慷慨的心啊 如果呢這個 我這邊所說的 迴向呢 比較是向上 向上 而這個下回向呢 這是比較是方多美先生所講的 援引 向下的動力 所以呢 我說哲學是什麼呢 哲學是正好是從整體性 基礎性和批判性 來思考向上更好的可能性 且又有自覺的努力來予以實現 換言之啊 可以向上提升 向下落實的一個 進行的一個活動 那我簡單說一下 整體性 基礎性 批判性 這個整體性 像你問說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理性 或者你說什麼是道 什麼是心 這些都是涉及到整體 而且基礎的問題 簡單的舉例來講 那批判性呢 哲學是需要有批判性的 那像亞里斯多德說 你要哲學 一個真知啊 要批判這個 批判這個意見 才能夠向上翻出這個 那批判性呢 我看是有好幾種方式都可以批判了 像康德說 這個批判呢 是尋找 在主體性裡面 尋找可能性條件 像追問說 數學如何可能 這個 物理學如何可能 或者說 形上學如何可能 追問這些可能性 它的主體的條件 這是一種批判嗎 那黑格爾的批判不一樣啊 黑格爾批判是在 aufhebung上面 aufhebung就是 有三成 一個就是否定 壞了給它否定掉 這個 好好的給它保存下來 然後呢 提升到更高的體系 他所以呢 他的aufhebung 以前翻出奧福賀辩 各位知道啊 後來現在翻著陽氣 其實陽氣指得一個否定 一個提升 忘記中間的保存 你沒有保存 你怎麼提升啊 所以這個 其實aufhebung裡面 有否定 有保存 有提升 這是aufhebung 這是黑格爾式的批判 批判就是在辯證裡面批判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意義 譬如說 我認為批判裡面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往往把康德的那個可能性條件轉成社會批判 社會批判 轉成這個歷史的社會的批判 因為那個經驗條件不容易取得 所以轉成像哈根老師轉成社會批判 甚至呢 他的批判呢 就是轉成你這個集體的潛意識啊 把它翻譯轉化成為這個可以意識得到的 意識不及的轉成意識的道 讓我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個 然後你就不再受他的 暫時不再 至少在 自覺的時候不再受他決定 這是一種批判 我認為還有一種批判呢 就是地方性的批判 一些抽象普遍或者說被說成普遍的概念 它究竟如何在地方上面 local condition上面得以實現 從local condition來考慮這個實現的條件 也是一種批判 這也是一種批判 所以我是說哲學是一個整體性基礎性批判性的事業 讓思考更好的可能性 可譜性更好 另外呢 又有自覺的來落實來實踐 透過實踐的方式來實現 那麼這是我對哲學的一點理解 等一下還會再同行停止 那麼 現在要講台灣精神 那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常常去看說西方怎麼講 我不是要抄西方 而是說西方到底他們怎麼講 因為呢 一定有可譜性的東西在內 人間作為人在思考一定可譜性的 那麼所以呢 另外呢 也是說有對照 你才能夠覺醒自己的特色究竟哪裡 所以我引用當代的這個西方的方法學啊 那麼我可以討論這個Norbel Schultz Christian Norbel Schultz 他的場所精神 他Genius Locci Latin文 Genius精神啊 就是Spirit Locci是Locos Locos Spirit of Place 是這個地方 場所精神 因為我在回台灣的時候 在1980年代 在台大那個 那時候叫做土木工程研究所吧 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 那麼 所以他這個 他是這個場所精神 就是邁向建築現象學 這一書裡面他說 神是場所 場所是一個具體的證明 Here 那麼有其特殊的認同 那至於什麼叫精神呢 他精神呢 他是說 是一物之所是 What the thing is 或是該物的意欲何所是 What it wants to be 你可以看出 他這個有海德格現象 所謂的意義在 意義在 海德格對於意義 的定義大概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 那麼整體來說呢 所謂的精神 或者場所精神啊 是指一個具體的生活空間 裡面表現的特性 不過 Nobel Schultz 他所謂的場所精神啊 比較屬於這特殊空間 環境裡面的特性跟意義 比如說 範圍比較小一點 比如說 一個建築的精神 或是一個 所以他講建築現象學法 然後他有一個廣場 比如說Agora 希臘 古希臘的廣場 他有一個精神在內 Agora 那麼一個都市 都市他講這個Urbanism 或者是Urbanism的建築 他還有去討論西方的建築的意義 這樣的書 那麼這個 所以他這個範圍比較小 可是我們所要講的台灣精神 這個語詞呢 不但指台灣這個地方 較大型的地理空間的特性 尤其指在這個場所上發生的歷史 及其其中群體生活的特性和意義 但是呢 對比較大型的空間和時間 亞斯培 各位可能就熟悉 他對於特定的時間 或特定歷史時期裡面的精神 他曾經寫了一個 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 他寫了這個精神狀況 此外呢 他在歐洲精神這個文章裡面 就區分歐洲它是地方性的 歐洲的精神 比較大的領域 他區分地理特性跟精神特性 所以我們要追問的是精神特性 他說 就是說我們在問的就是歐洲是什麼 就有點跟那個諾貝爾遜說 這一樣東西是什麼 那問的就是一個什麼是歐洲精神 並且他表明他所關心的 是我們要認知這個精神附長的構成要素 並用思想 哲學思想來將其分辨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是誰 我們能成為什麼 最後亞斯培用三個概念 一個是自由 一個是歷史 一個是科學 這三個抽象概念來界定 那當然了 這個方面的討論很多 這個譬如說 Paul Ricard Paul Ricard他也在 What is Europe 那麼他裡面講 到底歐洲精神究竟何在 他說他特別針對這個 那時候紀念這個 歐國戰敗的 也就是這個二戰結束的一個紀念 討論這個希特勒的問題 那麼猶太人對希特勒的精神究竟 怎麼能滿足 他說歐洲的精神就在於寬恕 能夠寬恕 而且他說這個寬恕 你沒有真正認識歷史 不會寬恕 糊裡糊塗沒有寬恕的 你要真正認識這個問題 你才有寬恕 那我想同樣的德西達 德伊達 德伊達他也 德伊達很奇怪 他是猶太人 但是他在這個文章裡面 他寫什麼是歐洲精神 他所認為的歐洲精神就在於 為人類為朋友犧牲 譬如說 他講基督徒 講耶穌的精神 他說譬如說 為人類而犧牲自己的心靈 像耶穌基督 他這個 一個猶太人 能夠 躺開心胸這樣去看 他們內部 一個不同宗教之間的關係 總之 這是歐洲人 對於歐洲精神的討論 那麼 關於台灣精神的討論呢 屬於台灣這個地方的精神特質的探討 它並不止於某一個特殊場所 亦不僅限於某段時間 也不能用自由歷史跟科學 這個抽象概念的界點 比較可以等 我們可以了解可以接受的是歷史 因為人總有歷史性 至於自由跟科學這些概念啊 你說是歐洲的一個歷史啊 來印證比較適合 但是我們是針對台灣特定的時空中的歷史跟生活 來揭發其中的精神特性與意義 一方面必須包含它歷史中自我的形成的認同 另一方面也指涉它的人文風貌 像第二太所說的 第二太是這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 那歷史哲學啊非常深厚 也是這個詮釋學的 歷史詮釋學的一個重要的一員 我在這裡不再特別討論他 但是他提出一個概念 他是geistish belt 就是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 那他說指的是群體的 一個群體的努力生活 文學藝術跟人文思想 我們所要談的基本上會比較接近這個 所以現在我就轉造 這個台灣精神 前面一個隱言 有動機對照等等來思考 定義來思考 但是呢 我現在講的是這個台灣精神 我們台灣的歷史啊 我就是讀了這個台灣通詞 就是連橫的台灣通詞 那時候讀得非常仔細 非常仔細 那麼這個台灣通詞裡面啊 這個連橫說台灣本無史啊 那麼但是呢 他說何人起之 正式作之 清代淫之 三句話 歸納了台灣歷史 那我想 何人起之 由荷蘭人啊 開啟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台灣的歷史呢 是從國際勢力的介入 荷蘭人跟北部的西班牙人 他們介入 來開啟的這個歷史 而且一進入歷史 就進入世界史 台灣 到了明代移成 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 歸還中國 所以為漢人來系統經營台灣的開始 所以叫做正式作之 這是連橫的話 但是呢 從清代征服 正式的殘餘勢力 繼續經營這一代的地方啊 所以清代征服以後 台灣史成為中國歷史明確的一份 所以清代淫之 這個話也是這個 那麼 連橫的話 那麼 話雖如此呢 早在這一切之前 進入歷史之前啊 便已經有種種關於台灣的傳說了 譬如說 郭約蓬萊方丈 這是連橫的話 為日本有求 台灣則迎周是爺 所以海上三千島 三千島 又是代元 代元就是台灣 代元 是代與元教 對合成 所以這個代元 這是在列子裡面 也是神話的部分 代元 當然是台灣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現實層面啊 台灣 台灣是當時這個漳州 泉州 泉州的人啊 來這裡開墾了 碧露蘭嶼非常辛苦 台灣 就是代元魂了 是埋冤了 你知道嗎 埋就是代 冤 冤魂了 這個事情要考慮一下 當時是 碧露蘭嶼在開墾 我想現在各位為什麼來聽呢 因為各位心裡其中都有焦慾 就是現在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以後你在這邊台灣耕耘了多少年 那事情是不是也是要埋冤呢 這是要去考慮的一個事情 但是代我來講 我來講去中國化 並沒有說去中國這句話 這是有兩回事 那去中國這句話 要請問我們各位大家的意見 去中國化只是政治上一個表態 對文化中國還沒有 但是會有夢想 所以我想呢 這是題外話 但是呢 盧露蘭嶼就大體言之 就連橫在台灣通史裡面的論述來看 台灣是由傳說進入歷史 而其歷史則是由多元的國際殖民的樣子 日本人因為從豐田秀奇 他那時候跟菲律賓跟呂宋聯絡的時候 進入台灣 就去航給這個當時的高山主 他說太陽可以使萬物生長 太陽也可以讓萬物凋零 威嚇啊 他對台灣有想法 可惜後來沒有打中國失敗了 各位都知道 那總是這個 但是日本人 就一直 後來還一直在規劃到 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 馬來人 當然馬來族 悲南族就是馬來族 在台灣 台灣大概有一半 南美一半 大概都是馬來人 然後歐洲人 歐洲人西班牙人啊 這個 荷蘭人啊 但是呢 最後呢 是統一在 鄭成功 以武力 驅逐著他們 所以 台灣的歷史 應該是從一個 原初的暴力開始 原初的暴力 就是鄭成功 把你的荷蘭人 趕走 這原初暴力 就跟盧梭所講的 一個不平等的企業嘛 裡面所講的 政治群情的企業 很像 是一個原初的暴力 形成的 這個 然後開始的 中華文化的傳承 所以在這個期間呢 台灣一直在尋找 它的自我認同 所以這個我看起來 是由神話 經過歷史 來達到 現實的一個過程 那麼我讀這個 我讀連橫所講的 那 我是用過 當時我因為 從 國色論文以後 就是 各位都知道 可能在座比較知道的 就是提出了一個 對比哲學 當然後來也有所變化 但是呢 對比哲學 我當時是用對比 來 來讀這個 連橫 他的書裡面所寫的 台灣精神 那麼我歸納出幾點 不完整 因為有偏執的關係 不可能完整 但是其中 第一點就是 追緣爆本與多元開放的對比 一方面追溯源頭 追追本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追緣爆本 和多元開放的對比 因為台灣的民間理屬非常重 特別有其重事是追緣爆本 不忘其先得的精神 剛剛我們幾位在談 我們過去在什麼地方 我跟各位講 我從小 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必須要站著背我老家的弟子 到現在我都會背 那麼這個 用台灣話背 那時候 也就是說 這個追本溯源 追緣爆本 也許他們根本沒有人知道你這一支 可是我心心念念 追本爆本 不忘其先得的精神 可是同時呢 你也知道 因為國際的開放 一開始就是國際開放 所以呢 台灣一直有國際開放的情形 在連橫所寫的是 東通日本 西涉荷蘭 北捷三番 三番是指 平溪王武三桂 平蘭王尚可喜 近蘭王耿京中 那蘭賴女壽 所以呢 也是 這個國際關係 是非常良好 非常像國際的開放 這是第一點 所以多元開放當中 有追本溯源 第二點呢 既能保存 又能進取的對比 這個 這個聯合裡邊它寫得很清楚 它說客家人啊 粵人啊 廣東人啊 重保存 比較conservative 閩南人呢 靠海邊的這個 比較進去 比較進去 這兩個精神它 它一直在這個裡面 這麼 台灣同時裡面來表現 那麼當然各位也知道 這兩者的對比的精神 一直在後來一直延續著 一直延續著 譬如說 潰化 我看以前林兴玉 林兴玉寫著寫的 台灣潰化 那時候四十年嘛 他寫了台灣 潰化四十年 他寫了 在日本人在的時候 鼓勵 學各種開放 各種派別 impressionism expressionism 這個印象派 各種的鼓勵 那建築也拿去四年 那時候非常開放 那麼大家呢 到後來收回這個 中國 將總統 建築學生來 之後呢 就轉換了 學國畫 這個力量一直都 一直還爭取著開放精神 一直也在 可是呢 國畫 我也知道 出了好幾位 很有名的畫家 那麼 這是一直在存在著 這個精神 第三個 第三點是 純厚的禮書 以不忍文明的對比 他寫到他說 迎春 祭社 香淫 四田 碎石 公司 衣服 飲食 冠婚 上記 演句 歌謠 都有 都有提有書 可是呢 他當時的情況 他說 不忍以文明 沒有空 沒有空 而且不忍的去 忙的去做文章 且無暇以文明 因為忙於開墾 所以 甚至始作不全 這是他當時遭遇的情況 至於哲學思想 在先前更無溯源 所以你看 蔣貝水 他說 在日據時代 台灣人都有支持 貧血政府 第四點呢 就是 提上福學 可是 都隱含了政治利用 這段文字 這段文字我引用了 這個連衡的文字 他說啊 這個世王 政經啊 以陳永華為勇位 永華既治國 歲幼大熟 請見聖廟 立學校 政經說啊 荒芙新創 地下寧寡 公且帶子 你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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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華說啊 其成堂以百里而望 文王以七十里而興 這個話 這個話是孟子的吧 孟子在論王霸之辯的時候 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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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永華 可說 孟子呢 國家之治 起必廣土眾民 為在國軍之用人求賢 以鄉左里而 今台灣過里過月千里 遠濱海外 人民數十萬 其數 其數數存 若得賢財而理之啊 則十年生聚 十年教養 三十年之後啊 足以中原抗衡 又何禮 是霞小哉 所以你看中原抗衡 後來他就設明倫堂 開始設學校 而且認為 學校的設施呢 要比去參加這個 八國的考試更重要 那一個是師的 滿朝之 滿足人之師 直接被設學校是空的 這個 他有這個 這個 可是呢 這種精神其實也是 繼續在延續吧 我舉例子來講 這個 李登輝在位的時候 李登輝 他有足入中原之心 今天傅佩偉先生沒有來 這個李登輝就請傅佩偉說 我說這個沒問題啦 因為多少年啦 沒關係 所以說 他說 你可以幫我帶隊 帶一群作家 去走孔子走過的路 李登輝成有這樣的想法 後來因為我在中空府的演講 講了兩次 李登輝講 孔子丹城社區演講嗎 李登輝講完以後 李登輝找我去講 李登輝講那 nominated 我才明白他講的話是什麼意思 後來最後針人用 樵足 我說怎麼針人用 我在想 置人用這個話 是日本人的話 日本人在零誌唯心初期 他的意思當然要逐路走遠 不過他的意思是比較受力傳承下來的影響 當時說因為日本推崇了中國是漢唐之者 對於元朝清朝他是看不起 所以他認為要自稱中國 各位知道日本人要自稱中國 他說我們才是中國 我們是真正中國 這與詩是在這個日本書裡面 我想是你的威脅是古道的 所以他有逐路雖然來源不同 不過也有逐路中原之系 但是逐路中原裡面他會利用 可是沒有用成 我們在座各位都會忙得很好 可是沒有用到 因為後來他改變了 這是順便提提 我想如今 我點點 如今 但如今我還有沒有講完 可是我只是點幾點來講 如今台灣文學 台灣哲學 還沒有台灣哲學 我們念的都是中國哲學 台灣文學已然照耀實際 好多作家翻譯成英文啊 從這個像王德威 張聖聖這些 他們作品都受到很多的重視 我自己看的那個副演員 但是台灣文學它接受中國傳統 日本影響 我就無意說 還有西方文學 從現代文學開始 一直到後現代的討論 我都有在作品裡面寫一些 那麼再加上它地方特色的隕含人文觀牌 探索自我 探索自我 就是探索台灣精神 可惜一直到日本時期 有一些哲學教授 可是我在中國哲學百年裡面 我寫到一些日的哲學教授 他們對台灣的哲學教育是有貢獻的 可惜仍然沒有所謂基礎性 全體性 批判性的著作 可是所幸在1949年之後 很多的發展 包括俄虎的發展在那裡 那麼各位 這些各位都所熟知的 有方東梅 陳大齊 陳康 柏中山 唐君毅 羅光 鄭天崇 陰海光 勞思光 這些各位 他們哲學各位都有研究的 鄭天崇我在大學時代在這邊讀了許多他的書 他的宇宙論啊 許多他的好大的書 他算是台灣的新莊人 鄭天崇教授 今天很可惜他不在了 他寫的好大一個 我看他的著作比較像 Nikolai Hartmann那種層級的 這個友論一樣 一層一層 每一個都寫 每一層都寫 其他各位都很熟 那麼 所幸 所以我說 台灣的哲學是值得驕傲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看 出了這段時間在台灣 出現這許多的思想家 在政府致力於功利實用的同時 這些孤獨去思考的哲學家們 他們的精神非常可憐 非常可憐 那這是一點 其中第二點呢 就是在台灣裡面有德行跟惡行的對比 我這個話寫了以後來 我看李國鼎還有這個誰啊 他們都造船 我那時候評論 那時候他們都造成輪的力量什麼東西的 各位可能都知道 但是 因為一方面淳樸的精神 培養了許多的德行 可是台灣也有海盜的 我剛剛說到船 那些海盜的精神也在那裡 也是延伸各種惡行也在那裡 那麼再說起來呢 我覺得中國文化裡面人脈的精神 是這其中很根本的 人脈的精神 所以如果第二項 第二項 人脈我要加進去 當然是現在人脈有存 可是民間的存後 逐漸在喪失了 那麼人脈跟正義 產生對比 當然人脈跟正義的對比 並不是中國文化 猶太也是這樣 猶太人你看 他這個舊約是正義 新約就講仁愛 這種對比是一個 可是呢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 正義怎麼理解 有許多正義的討論 但是在我看起來 孔子說義 義是尊重 是對於每一個人的尊重 和適當的去對應 所以才有要適當 一者一也 而且要尊重 尊重適當 可是呢這個 因為你不尊重一個人 你當然就分配就不均 全任意的分配 這個 財富的分配就不均了 不均之後呢 強欺弱 富欺貧 那麼就會引起報復 所以報復的正義是最後面而來 最後面而來 當然呢我看現在 我們說正義 這個委員會 在做各種正義的事情 那個正義都是報復的正義 在我看起來都是報復的正義 以報復為正義 但是他們應該更廣地去思考 怎麼樣去尊重人 在這個分配的正義 還有貿易的正義等等 我只是把它對比起來在這裡說嘛 第三點呢 民主跟人權之後 到底應該怎麼辦 因為民主跟人權是一種形式 政治的形式 當然這個 杜威說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可是你要到那個地步 就已經提升向上了 那我在這邊講一個 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想到 經驗主義發展的初期的時候 經驗主義當然呢 貢獻很大 對科學 科學史上 還有民族 人權 這些自由主義跟經驗主義的連結 是有相當的貢獻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像洛克 洛克 我讀了他在十七世紀出版最早的那個著作 最早的就是九卷本的全集 在這個九卷本的全集裡面 我找不到一個中國 只有一個地方有一個中國 如何增加財富 這個中國是怎麼樣呢 他是講到開礦 銀開礦 他說中國人啊 開礦 開礦這個很謹慎 他開礦很謹慎 因為開一個銀礦 所以他說我們不能夠靠開礦 要向外去做貿易 過客的主張 所以他對中國文化沒什麼了解 他只知道銀兩的問題 另外呢他這個 他就說 他就說 你知道你們各位可能知道 他是Chef Sparrow Earles of Chef Sparrow的秘書 Earles of Chef Sparrow 所以這位先生他是當時負責全英國海外殖民的一個主管 Earles of Chef Sparrow 各個殖民收刮貿易所得 回來到國內要討論了 所以要討論的話就是像經驗主義啊 因為只有看著見摸得著了才可以討論 其他的理想信仰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因為那個你看不見摸摸不著嘛 所以各位可能學經驗主義都有一個很清楚的 Dabula rasa 就是白板人心如白板 對人心如白板 人心如白板 所以呢 那人心如白板就跟這個現在John Rose所講的 那個 無知的目一樣的意思 無知的目 就是說我們把那些信仰 生命意義 這個的討論 放在 那個白板 或者放在黑目 無知之目裡面 我們討論不要討論 我們討論就是討論 這個眼睛看得見 我的討論 經驗的事實 所以呢 我說經驗主義是 雖然對特殊人有貢獻了 可是啊 對於 人生命的意義何在 對於信仰的問題 卑職無勝高位 卑職無勝高位 包含John Rose在裡面 好 那麼 這個 那其中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 你現在在民主人權之後 他提倡民主人權非常有貢獻啊 可是他那初期的問題就顯示 對中國文化 當時你想想看 當時在法國 這個 那個 Mate Blanche 他寫了 與一個中國哲學家的交談 一個基督徒與中國哲學家的會 的會談 寫的是朱西 當然是他想像的朱西啦 你是他聽說的朱西 不過 人家向中國開放 對吧 Mate Blanche 那個 萊伯尼茨說 哎呀你們是儒家 你們儒家趕快派傳教士 儒家沒有傳教士 你們派傳教士來吧 給我們 因為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歐 這個歐亞兩個大陸 在這一邊跟在那一邊 就可以把整個世界給提升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歐洲的科學 和你們的道德倫理 就可以結合起來提升這個世界 這個萊伯尼茨這樣講 萊伯尼茨真是有跨文化的眼光 這個 比較起來的洛克呢 他是 他只看到 他看到的東西 他沒有跨文化 沒有對這個 中國的開放 也沒有對 有個位置 但是呢我在問說 但現在台灣的民主跟人權之後 要往哪裡走 這才是 現在什麼都是民主黨 你現在對中國 你說我們 哎呀 我們要 我們民主 你這不民主 但是呢 到底究竟 你民主之後究竟是 往哪裡走呢 這才更重要 民主跟人權之後 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這基本要求中國 現在還做不到 不過他也許考慮別的 中國可能有 中國可能有 Deliberative Democracy Deliberative 就 世界的時候 請許多學者來 現在學者在中國 火車重視的 可是這 畢竟還不是民主 所以我是要記取這個 紀念主義跟自由主義 出其次的教訓 他 對於生命的意義 你何在 中國人關心這個問題 那麼 那麼 類似無聲考慮 那麼 我再講講台灣的 還 除了聯合以外的 我在講講的 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我在民國76年 那時候是做資訊化歷程 我跟新聞系的老師 一邊的 汪琦他們 一邊做調查 一邊調查 中國台灣的價值觀 然後八十年 八十一 八十三 八十四年 那時候主要是 擔任二十一市基金會的事情 所以推動價值觀 所以各位知道 台灣有關價值觀的問卷 我是第一個設計的 那個時候 八十八十一 八十三 八十四年這些時候 有關文化滿意度 這些問卷 都是我設計的 可能各位在座的朋友 有些人認為說 沈兄 不務正業 我跟各位講 眾生評論 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道理 一定要都要學習 我是在魯文的時候 我在魯文大學學習的時候 我因為做哲學做得容易 所以後來我都拿了一個學位 我可以讀文卷調查的報告 那也做了文卷調查 那時候的發現是這樣 你講它的其中的職業發現 第一個 台灣人呢 這個價值的關係 是他的精神的作戰 個人價值優先於群體的價值 結果文卷 還有電話聯繫 抽樣都一千幾百個樣本的 他們認為呢 當然健康最重要 親情與愛情在 我們設計的第一選擇跟第二選擇 親情跟愛情在第一選擇中 都超過五成 所以這三個 健康 親情跟愛情 是最重要 所以這個當然是 純厚的民俗所細的情感的關係 尤其是小型 與家庭相關的 社會和諧跟國家安全呢 僅在第二個選擇裡面 有某些優先行 所以群體的價值啊 輸給個人價值 第二點呢 國家安全的意識趨於薄化 就是這幾年來一直要比較 它最後得到的結果是 位居第三 僅佔一乘一 就是十個percent 十一percent強 國家安全意識 各位去觀察現在的年輕人 哪有國家安全意識 唯一國家安全意識 那麼第三 傳統世界大同的理想啊 世界大同是什麼 不在乎 幾乎這完全放棄 所以第一選呢 只佔二點一percent 在第二選擇裡面佔七點 第二選擇裡面還佔的 還不到一成 七點四percent 那麼第四點 綜合起來呢 就是理想 對比現實 理想上 追求健康 環保 答案跟環保 知識跟功德 功德也很重視 做功德 但現實上 極極陰陰 名利跟權威 這也是強行的對比 但功德我們必須 我必須區分 這個 光國雄在這裡吧 你也很清楚 這功德啊 功德呢 一方當然 行善的功德 慷慨的功德 是有一些人在做嘛 可是呢 他大部分都是 古俗型的 因為他做生意啊 或是這個 總是有 有對不起人家的地方 所以呢 他去 做功德 來做補俗 補俗性的功德 另外呢 是求福性的功德 就是說 哎呀給我賺錢吧 讓我賺錢吧 我做功德 你給我賺錢吧 大概這三種不同的 所以功德 如果再進去的話 他其實也有 所以我說的對比啊 對比是 我說的對比不是對立 我說的對比是 連續中有斷裂 相識中有不同的 差異中有不同的情況 好啦 這個價值觀的問題 簡簡單單說到這裡 下面轉到 這個 中國哲學 那麼 中國哲學呢 那麼所謂中國哲學 我再確定一下 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限定在 傳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面 叫做中國哲學 或是只對哲學史的哲學反省 這兩者 是 完全是 可是呢 不只是這些 不能說只研究 老莊 孔鳳 朱希 王陽明等等 等等 許許多的傳統哲學 職學史或傳統題材 和活動 才是中國哲學 雖然這些是狹義的 學術上的 中國哲學研究 但除此以外 也必須包含 當代中國人 還有台灣人 對中西哲學所做的探討 對其本身 因為你說寫西洋哲學 比如寫西洋哲學 你總有自己的意見 我常常跟分析哲學的朋友說 你中國哲學裡面有不少的題材 因為你如果寫西洋哲學的話 你如果只寫西洋或分析哲學 你寫出來的最多是二流或三流的分析哲學 你跟著人家屁股會不會嗎 所以他基本上他是看不清你的 外觀人看不清 可是如果你寫到中國哲學裡面有的東西 他知道他不會 他不會轉過來 他不會在向你求教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但是中國 現在我想 許多分析哲學的做 像德行啊 Virtue等等的問題啊 都漸漸在談 我是非常高興的 看到這種情況 可是這個 所以呢 中國人跟台灣對於中西哲學所做的探討 對其本身現實處境和所設問題所做的哲學分析 也是中國哲學 所以我揮解起來 說比較正確的說法是 當代中國哲學即包含了傳統中國哲學的研究 也包含當代中國人和台灣人對於哲學本身 這些或是傳統中國哲學題材啊 不斷引進的西方哲學 中西哲學關係的一段問題 以及對現代社會文化各種問題所做的基礎性 整體性 批判性的思考 如果台灣人對於自己的歷史 與當前處境所做的基礎性 整體性 批判性的思考 能夠達到一定的哲學深度 而不只是玩語言遊戲 並且能形成綿延不斷的傳統 那也能出現別具特色的台灣哲學 到現在為止 我們做台灣 我們都是台灣 如果講台灣哲學的話 我看各位在座 各位許多都是台灣哲學的 不過我們所做的台灣不是中國哲學吧 哪一天我們可以從基礎性 整體性 批判性的思考 對於現實的問題 文化問題 宗教問題 一些終極真實的問題 能夠有自己特色的看法 那時候我們就有台灣哲學 我會期望有台灣哲學出來 未來之一的選擇之一就是出現台灣哲學 對此中國哲學和中西印這些的比較會通 也會帶來幾位寶貴的資源跟企劃 尤其中國哲學是我們的典範 所以沒有必要將自家本有的寶藏拋棄 所以我認為如果把去中國化解讀為去中國哲學化 那就是把自己最好的家裡最好的最美麗最漂亮最珍貴的珠寶 廣二丟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就是自己 不知道 根本不認識自己家裡有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就講中國哲學的未來 中國哲學的未來 我是分幾點來講 因為我這是我個人意見 各位都可以提供你們的寶貴意見 我覺得第一個主要的 未來中國哲學要有未來 一定要繼續為生民立命 就是要為生民真定出生命意義何在 也就是周蓮熙所講的 利人極言 利人極 為人的生命意義樹立一個典範 所以我說張載 張載他說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即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 他需要新的詮釋 需要新的詮釋 你想想看 為天地立心 如何可能呢 為天地立心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現在過去當然是 天地它就是指了太陽系 最多就是指了太陽系 可是各位知道在銀河系裡面 就有多少太陽系 對不對 就是這個宇宙中心究竟何在 我們是無法確定的 這銀河系之外 又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星星 而這宇宙又不斷地在擴張當中 還無限地在擴張當中 所以呢 我們說為天地立心啊 它事實上是天地啊 無論如何它都公公正正 對待萬物 你看 對善人下雨 對惡人也下雨 都是公正的 所以我想呢 為天地立心 應該理解為 效法天地公正 對待萬物之心啊 為生民立命 這一直是沒有什麼 我認為是一直 還是今天中國哲學家 的任務 為生命 確立生命的意義 為往聖記絕學呢 各位想想看 過去一個傳統有絕學了 那五分數四道三個傳統有三個絕學了 但是呢 現在文化彼此交流了 這個全球化過程當中 這個文化彼此相互見面了 相互溝通了 有更多的文化在交談當中 要尋找共同 可譜化的價值 所以呢 這個絕學是一個 所謂絕學就是更高 更高的一個可譜化的價值 的選擇 在對話當中 在不同的傳統的對話當中 所以沒有說你自己一個 一個傳統的絕學 現在不能夠再這樣 存著這樣的信仰 為萬事開太平 這是有點無脫荒 因為呢 我看這世界上打戰 每天生活鬥爭的 是一個遠遠超過和平的歷史 遠遠超過和平的歷史 為萬事開太平 它的意思是 一個儒家的修緩 就是在彼此的情境 會有衝突的情境裡面 尋找到太平浮世 永久的太平 而是最高程度 最高限度的和平 最高限度的和平 儒家對治療於在每一個衝突的煞浪 治療於選擇那個最可能的 這些 的一個場面 我講這個是 但是其中的未生命命 一直是我們哲學家的 這種體驗 我們所寫的 一直應該跟這個 有繼續有關係 其實我在做 我看很多老師 黃鋒雄老師也是 我看這個在做許多 都是在做這個 我們繼續應該加強 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所以當前的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在現代社會這樣 就是全球化 互聯網 每一個人手中拿個iPod 都是他們的低頭子亂的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波來波去 那我覺得這個中間 你看波來波去 他心中真正在想一想 他就跟世界某角落的人聯繫 跟自己親流一些 知道他的消息 知道世界性的消息 就是聯繫性 可是在聯繫性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你看 都是尋求此一個自己的空間 你看 因為你有資訊 可以獲得更高的autonomy 更高的自主性 所以請聽 每一個人都聽著音樂 聽著什麼 增加他反省的機會 所以一方面是聯繫 一加上一加上內心的內心 這個是現在的一個 這兩者的張力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在高科技裡面 所出現的狀況 所以我說 在物聯網裡面 會如何 會說明明明呢 那麼你看傳統武家 他說 人是感通 感通 能有感有通 就是內在相應之 因為關係的內在相應 是這個感通 使得感通成的重要 老子說 天網飛飛 蘇爾說 天網也是一個network 天網也是network 這個network使我們連結在一起 佛家說 因緣 因緣是什麼 緣起信空 因緣就像網路一樣 你根本看不見 可是呢 它實時正在影響我們 總的 我再說起來是說 這個傳統武家 道將 佛家 都 強調一個關係的友人 人是存在在一個友人 的關係的網絡 網絡裡面 所以 都在一個存在網絡裡面 但是在網絡裡面 我們關係當中有自由 可是我們自由的時候 也別忘了關係 這是一個 對比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關係 跟這個 自主性 有關係 我簡單的 就提到這一點 但是我是認為 我們必須朝這方面去治理 無論是發展關係性 或是發展自主性 或是綜合兩者 繼續推進 那 這是我們思考的一個方式 對 在生命 利命裡面 我區分 生命 生有一直的意思 生命 除了身體以外 有一直 自直的意思 然後群命 還有天命 但是我今天就 沒有時間在教 可是我要指出來 這個生命 因為其中從最基本的身體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有 design 你一個小孩 生下來他就有欲望 而且他就形成表象 所以他就有意義的活動 當然像摩先生唐先生他們講的 人的鮮艷的 這個更高的 德性 德性的 這次在成長 比較實質 進成長以後 可是你不要忘了那些 嬰兒小孩 或是一般路人 他也有欲望 但是我是稱為欲望啊 我是區分為三層 desiring desire 能欲 desirable desire 可欲 和desired desire 所欲 這三個層次不一樣 你看 desired desire 我們因為存在相互關聯起來 所以我們才會去欲望 他者 欲望是什麼 欲望都是對他人 或對他物的欲望 所以你 欲望一出動 他就是不自私 他就是我們的 本心 本心是不自私的 因為你一動 你一動 你一動就是動向外 就向他人 他物去 不動 然後進一步呢 可欲之未善 你所動 所向的就是對方的善 這個孟子 可欲之未善 聖托巴斯也講 What is good is desirable 一模一樣 可欲之未善 就是連那個一個強盜 他要搶別人 他也認為那個強對他是善 可欲之未善 他追求都是善 但是問題在於所欲 desire design 我們所欲 我們之所以會自私 因為你在致力於追求某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心就開始封閉起來了 你在享受一樣東西 就連尼娜所講 Juisance的時候 那麼你就封閉起來了 你就自私了 那問題就出在這裡 其實 本心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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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re不desire 我是翻譯出心 因為出心 出心就是你一望所向就是誰 但是能所欲在所欲上有 我們必須檢討 像朱熙說 哎呀你要去人欲存天理 那個人欲是指的是所欲自私的 而不是指的是向善的欲望 或是更高的不自私的 就是因為人在存在關係裡面 他就是要一直要指向你 指向他這個指向意義去學求一樣的 連一個小小孩和我 這個動力就在我們裡面 就在我們裡面 然後群命天命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也不講了 如果將來有一個text 需要一個text 那我就會把它寫完整 好不好 但是第二點 剛才講的第一點 為聲明立命 第二點呢 就是必須要涵蓋台灣 中國以及花果飄零的海外三者 花果飄零 各位小章不要忘記 因為我在海外交了快二十年的時候 我很了解他們 而且發現中國這些在海外 越來越擴大發展 是希望 未來的希望之一 當然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以中國 因為在台灣就業不方便吧 不方便 說得容易的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不方便 但是呢到大陸 好多需要我們 好多需要我們 我在復旦大學 遇到我們正大畢業的張子麗 他教學教學很愉快 他們很尊重他 非常好 復旦大學 這也是中國的名校圖 青山名論 我想這樣的情形 是越來越多 但是另外呢海外 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 那我們也別忘了 他們也是華人 而且他們是華人裡面 非常重大的一部分 因為中國人啊 以前都不隨便飄零的 可是 從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開始 就是逐漸地飄零 那麼一開始飄零啊 唐君先生就注意到這個事情 所以他提出了第一個典範 他說花果飄零啊 那你要名跟自己 他是採取這個 周對於利人籍的想法 為人樹立典範的想法 去重視主體性 重視主體性 但是後來呢 因為這個哲學在海外 越來越發展啊 成立許多學會 現在大家學會 中國哲學學會 實際上學會就有六七個 我也擔任過其中的一個 比較大比較巨型的會長 擔任了十幾年 十二年的執行長 我在武漢的時候要 在巴黎的時候說要下來 但不讓我下來 擔任了好多年 那麼學會 課程開設 那麼 中國哲學越來越發展 那個時候當然就變成 你開始發展你就開始跟別人產生競爭了 意思就是這樣 那競爭就有衝突 所以你當然只是零根支持沒有辦法 唐先生所講的零根支持是主體的模範 所以陳中英或是科學文 Antonio Kua Antonio Kua呢 Antonio Kua他CUA CUA有一個大學是以他為名的 就是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Cua CUA Kua其實是菲律賓人稱瓜 瓜雄文啊 他是台灣人 他是這個閩蘭人 他是閩蘭人 他根本可以講台灣話 可以講他已經過世了 他們兩個 一個是主張和諧的辯政法 那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柯雄文是主張衝突中的和諧 那麼理 人以理的理啊就是處理 所以德行呢 Virtue is the art of dealing with comfort 處理衝突的時候的一種藝術 他別有所見 那我提倡相符外推相符豐富 也是在多元主體 不只是你我對立的 所以才有認證和諧或是衝突中的均衡 但是我主張多元理念相符外推 相符豐富 這個呢我在上次在俄胡 剛剛那個朱會長提到 我在上次演講的時候 就講了這個 所以我在這邊就簡單提到 不再多說 那麼第三點 第三點是要共同尋找可譜化的價值理想 因為在全球化的年代 中西哲學與各國哲學文本 都放在我們面前 就跟其他風景建築物自然一樣 你隨時可傳可到 因為現在隨時文本 像我兒子現在都讀電子書 他說他都不買書 因為他電子的所有許多書 尼采海的歌也對 一叫就到了 所以呢你可以隨時比較 各種許多的文本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去講什麼不可共良 不可共良性 那多餘了 為什麼我以前跟馬金海見面的時候 我跟他說 因為他講孔子跟亞里斯多德 他們的virtue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是incommensurable 你們翻作不可共良 可是我認為incommensurable 應該是翻譯為異準性 因為那個measure不是量的意思 不是量來量去 是準 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是異準 差異異準性 可是這個翻譯沒什麼用 很可惜 我還翻譯了許多東西 大家都不太用 很可惜 但是呢 他說異準 incommensurable 不可共良性 他這個不可共良 你們這個台大已經曾經開會討論incommensurable 這個 對我來講incommensurable已經是過時了 因為 Thomas Kuhn和這個 後來李尤塔他都是這樣講 I let everyone play their language game 他們玩個人的優勢 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 你要能夠說A跟B不同 兩個非常不同 他說 你一定先 你也懂A 我問Makin 他說 你一定懂得亞歷斯多德 那沒問題 我說你一定懂亞歷斯多德 對 那你也懂孔子嗎 他說我透過Tony Kaur Anthony Kaur 柯雄文先生的著作我也懂 OK 所以我說 你要說他們兩個是異準的不可共良的 假定了你兩個都懂 也就是說兩個 兩者A跟B對你都有共同可理解釋 對不對 Come on in 要不然你就 你就不能說A跟B不同 所以你這樣講的時候就假定了 他們其實是有共同可 共同 你可以共同懂它 Come on in 所以Come on in Translatable 就是Transitability的問題 有可翻譯性的問題 我寫了別的地方 寫了這個可翻譯性的問題 我在這邊去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是說 你這個網路的紙本 跟網路的soft copy 跟紙本的hard copy 這個都可以 你可以隨時閱讀 可以隨時比較 所以我們對這個閱讀 做哲學的工作應該有更高的要求 你不能只是做不同 也不能說只是同 也不能說只是同 可是它有同中有不同 不同中有同 這個差異有負 而且有這個連續 有斷裂中的連續 所以呢 我想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文化彼此交談 應該彼此探求更可普遍化 而且心中可愛 因為可普遍化是很重要的 當然也有人說 聖人所講的言論都是可普遍化的 不過有些時候不太可愛 有些時候不太可愛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可愛的 意念跟價值 每一個人可以自己選擇自己的 可普遍性之外 有可愛的 你選擇你可愛的價值之後 你這是實踐 實踐有問題啊 你可以糾正 可是你總是要有選擇一定的價值 所以不應該是自我封閉 我必然知道 在這個過程裡面 中國哲學是很好的起發了 我就不再去比較了 因為雖然中國重視實踐 可是你看像《易經》一傳裡面說 作意者其有憂患的方法 但是它下面說其道勝道百物不廢 所以它有一個很普遍的應用的範圍 實踐中的普遍性 那至於西方人 像雅里斯多德 托翁一翁 存憂者論其存憂者而論 托翁一翁 存憂者本身 那這是最抽象的 最普遍的概念 他認為普遍 不是認為只是可普遍 不是普遍 可是呢 這個 可是他是講理論的普遍 因為他當理 理論所得的結果就是普遍的概念 跟概念連接起來就形成了 所以這個 但是我認為它只是可普化 不是全部的普遍性 西方常常吹牛普遍性 不只是吹牛 我只是客氣說吹牛普遍性 因為西方常常用自己的普遍性 來強制托翁 domination在致 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哲學的情況就是這樣 中國知識面對的未來 也面對西方的挑戰 那西方現在慢慢在感 他現在慢慢了解到這些問題 慢慢在感 但是呢 他常常用這個壓制 所以有帝國主義的傾向 壓制 用它的普遍性的概念去壓制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應該是相互見面 共同商量 尋找更高的可普化的概念 那之後還可以尋找更高的可普化概念 總之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知道 我們沒有永久的可普化 而是實驗當中的可普化 而是實驗當中的可普化 像孟子所說的 推恩足以保天下 不推恩不足以示父母 不足以保妻子 你對妻子 對兒女 你都不說他們懂的話 那你怎麼跟他溝通 你對父母都不能跟他溝通 你怎麼不講他們不懂的話 那他怎麼能夠 你怎麼能夠示父母 怎麼保妻子呢 所以推恩足以保天下 不推恩 所以推 善推 可是孟子一方面講善推 一方面也要講內行 因為內行是一個盡心 知性 可以以智於天 是內行的工作 一方面外行 外推一方面內行 那我現在說的是說外推 外推基本上我又有三個層面 一個是語言外推 語言外推就是說 語言的相互外推 就是在淺進的話來講 你說我懂的話 我說你懂的話 而不是各說各話 那個李偉大說 Let everyone play their language game 那就是說各說各話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各說各話 反面我們到民間各說各話 那要能夠說陌生人說外人能等的話 第二點實踐的外推 實踐的相互與外推 我說你 我做你做能接受的事情 你做我能接受的事情 做陌生人能接受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他就克服好 那第三個就是 就是ontological stratification 就是本體的外推 就是我透過跟真實 就是一個個人 面對人 面對一個社會 面對自然本身 甚至面對終極真實 文靈說的道 他說的行 他說的空 他說的是天等等 這些不同的終極真實 透過他的迂迴 來進入到你的唯世界 文化世界 宗教世界 讓你透過與真實 甚至終極真實的交往 來進入我的世界 透過與真實 甚至終極真實的交往 進入陌生人的世界 共同尋找更可否變化的理念 他使這樣 方式 那我剛剛講外推 現在講一點內心 內心 因為外推跟著內心 實密卻有緩柔 內心 因為如果呢 如果外推推不過去 比如說語言 翻譯 為什麼翻譯呢 因為你要講 對方可以懂